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就是致癌物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件事会致癌,那件事会致癌 一些是属于一级,一些是属于二级 那究竟怎么分这些级数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致癌物质的分类标准是根据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它简称是IARC 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由它决定的 虽然各与各之间有差距 但大部分都是以它为一个依据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致癌物 这是代表什么呢? 严格来说是令你有癌症的外面的因素 不是你身体自己的因素,是外面的因素 这个因可以大约分为四方面 第一就是化学的致癌物 第二就是物理致癌物 第三是生物致癌物 第四就是食物的致癌物 对于这些分类有五类四级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第二级有A级和B级 现在逐一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它的级数是以 越严重的就越是最高级的 所以第一级就是对人会致癌 总共有118种 第二它分AB两级 A级是对人很可能会致癌 有79种 对人类可能致癌的物质 对动物在A级是属于确实致癌物 因为到现在这个致癌物 对人的证据是有限 但是在实验室里面 动物的致癌证据是完全充分的 第二级B就是对人可能致癌的 有290种 对人类可能有致癌 对动物也是很可能有致癌 就是说对人类致癌的证据不足 但是在实验室里面 对动物致癌的证据是充分的 第三级 对人的致癌性还是无法分类 就是说有可能对人有致癌 总共有501种 第四级只有1种 但是对人是不会致癌的 那大家知道这级素 当然是越高级的越要避免 那我们怎么去避开这些 这些级素里面又有些什么食物呢 现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第一级 黄菇梅素 烟和奔萝 这些已经是明确对人体有致癌作用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知道吃多少 才算是会致癌 所以我们尽量是小食为妙 但是烟酒最好就完全都是割了 第三点就是 第二类A的 红肉 油炸食品 超过65度C以上的食物 和这些咸菜、叶制品 这些食物可能致癌 增加患癌风险 所以建议每天的红肉 总量控制在50克以内 尽量是小食油炸食品 第四点就是第二B类的致癌物 不需要太紧张 那它说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 非电离的辐射 最常见就是我们手机啊 电脑啊 WiFi 这些呢 它说 可能 就是说可能 较低致癌物来的 意思就是目前 还未能够证明了它致癌 但是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去研究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实这些是有致癌作用 所以 没有任何国家通过公共的政策 说这些是会影响健康 而限制使用 不过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关注着 所以 为了自己健康 都尽量是小用为佳了 第五点 就是第三 第四类的致癌物 你可以安心 因为这些呢 我们不需要在意它 到目前的相关研究都没有发现 它们是可以致癌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基本致癌的分类 和哪一类我们要小心的呢 大家有个认知之后呢 就容易去防癌了 但是 如何去预防我们的癌症更加彻底一点呢 那又要等待下回分解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